韋池 我覺得好像選錯位置 好啊 大家好 我是韋池 然後 其實俊逸他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跟著 其實我是他太太啦 可是我其實不想用這個身分介紹 我是韋池 然後對啊 來檢視他 他都講錯等一下馬上舉手 揭發他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覺得我才是選錯位置 我是Pen 然後我們三個是同學 然後我們今天是來 謝思燕敞看然後 就有人說他竟然來 竟然來台中我們就來到底 然後就看到了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了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亞文 然後我也是一樣 同學嘛 然後 就看到這個題目 覺得滿 因為我們念十大 所以應該有所說 嗯 大家好 我是思涵 那我今天是對於這個 我今天是第二次來折舞 那我上次來是跟阿卜阿的活動 那也是跟教育相關的 那也是看到這次很就是看到 是教育相關的 題目然後就就跑來了這樣子啦 謝謝 謝謝 大家晚安 我是阿平 其實我對今天的題目沒什麼興趣 可是我覺得人應該要了解一下 自己不清楚的東西 而且我今天上班的時候 惡補了一下 2014年的時候 您在工作坊的演講 裡面的東西還滿有意思的 就帶一群小朋友有點像在冒險一樣 對 期待今天的演講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靜雯 然後我是第一次來這個空間 然後我覺得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地方是 因為我覺得我也許也有一部分的身分 需要做到那個教育者的身分 所以想聽看看就是講師怎麼去講 大家好 我是修文 然後畢業於張師大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然後我現在在台中市厚重高中擔任高中公民教師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是因為它是教育 又有包含到社會運動社會實踐 那看能不能跟我們現在的教育去做一個結合 這樣子有點興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佩玲 其實我今天是慕名而來的 就是我是那個君益老師的臉書的朋友 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兒子 我打算今年幫小孩申請那個國小自學 對 然後所以就是在這方面想要多了解一點這樣 大家好 我是雅雲 然後基本上剛剛佩玲講得好像都把我的話講走了 因為我也是那個君益的臉友只是他不認識我這樣子 然後我已經看他的文章一段時間 然後也是小孩今年已經準備要自學 所以想來了解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怡靜 那我也算是慕名而來 那個我們小孩已經自學一年了 對 那我也常常看到就是君益在網路上分享的文章 那會很想知道就是你在這邊就是怎麼樣帶那些孩子這樣子 嘿 大家好 我是依婷 我是被拖來的 我是家眷 沒有啦沒有 就是朋友 這個怎麼講 好 反正就是因為老公想要來看 然後就順便來看 然後剛好小孩以後也會想要走自學方面的 所以就可以順便來聽聽看這樣子 OK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文悅 我今天來主要是找老朋友之外 還有想要聽聽她怎麼說 她的獨立 她的教育 她的社會 跟她的實踐 大家好 我是家喻 那我的小孩子現在在紅尼八字宣傳裡面 那也一年多了 要一年了 那也是來看看君益 因為我的先生也是常常來聽君益的課 所以 我是中益的老婆 對 第一次來 所以來聽聽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英倩 因為我本身也是算是教育工作者 所以想要了解這個一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教育學校的友誠 那今天這個議題跟我們學教育 然後我們未來是要當老師 所以想之後來聽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的文訊 然後我昨天在FB上看到有這個活動 所以就來參加了 我覺得這個主題跟我們以後息息相關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雅婷 我也是慕名而來 因為我覺得盧俊益的文字讓我覺得蠻誠懇的一個人 所以就想要來看一下本尊 然後小孩也是今年要自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aron 然後我是 就是我剛剛發現前面好像蠻多十大的同學 然後我是TEDXN CUE 然後我是今天我會來是因為 因為楊總理楊老師邀請我來 所以我就來了 所以我就來了 大家好 我是家軍 台中人 今天剛好有空就來了 大家好 我是鄭語琦 台中人 因為我上禮拜有去那個好辦 然後所以今天就在這裡出現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瑤 那我目前在書發發會本館擔任老師 那認識俊益在網路上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覺得他有時候還蠻好笑的 像他前上個禮拜的狀態 他就說 其實天下的專輯出了那麼多封面 什麼力什麼力的 為什麼就沒有一個叫投胎力的 我想要不要來認識一下這個朋友 OK 謝謝 大家好 我是Emma 我是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的志工 那今天的議題是教育跟社會實踐 那跟我們基金會的那個是一樣的 所以我還蠻有興趣想要來聽聽大家的那個看法這樣 大家好 我是靜宜大學社工系的蕭鴻 然後今天就是因為我本身有修教程 然後我覺得就是社會還有教育 這方面還蠻感興趣的 所以我來聽聽看 大家好 我是鍾衛 那我今天會來主要是陪太太還有兩個小朋友 一起過來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慧玲 那我會來這裡是因為我看到 軍藝的那個Facebook上面有這個訊息 所以來看看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一修 然後我來摺五已經蠻多次了 然後今天來聽聽看教育還有什麼樣的方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淑玲 我同事介紹的 我想來聽聽看 未來的教育應該如何發展 對我自己的小孩子也比較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美惠讀那個台中科技大學 然後二年大二生 然後只是過來看看這個教育 會有什麼發展 然後一些想法這樣做參考 大家好 我是謝忠祐 然後我今天也是來聽聽看一些講題這樣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余辰 然後我是哲舞台中的志工 然後我對今天講者的稱謂跟頭銜 覺得很特別 就是獨立教育者想說 到底是多獨立在做這件事情 還是說有哪些團體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 很酷的是黑龍騎士訓練官 想說等一下講者會怎麼樣介紹他自己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楊總理 那我也是哲舞台中的策劃人 也是志工 那很高興今天我們在哲舞有這麼多 應該是有史以來哲舞台中 這個年齡層 平均年齡層最低的一次 很高興有很多的小朋友加入我們 那待會我想要再問一下 有沒有小朋友想要自我介紹 也很歡迎 那我們覺得說所有的不管是大人小孩 不管是幾歲 我們都是有一個獨立的個體 那我們是獨立的人 我們就可以開始從小就開始來養成 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今天不管是幾歲的小朋友 或我們是大人也好 不管是你是幾歲 那我們都可以在這裡來討論 你想要談的這個主題 那有不同的意見 有不同的立場都很好 那我們在這邊互相激盪 然後我要再工商服務一下 我補充一下剛剛彥琦講的 剛剛彥琦有拿那個一套這個六張的 折舞的這個明信片 因為我們折舞其實跟這個想想人工空間 我們是租借他們場地 在每個禮拜五來這裡舉辦 所以我們其實在於這個獎者 或場地的場租的費用 我們是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成本 那所以我們就是有折舞的 其實這個這套卡片 我們不是什麼去委外去拜託別人弄的 是我們折舞志工自己畫 然後我們自己印的 所以背後都會寫這些折舞志工 他們對於折舞的一些想法 所以大家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可以待會可以找我們的折舞的志工 余晨在這邊 那可以跟他一套 一套兩百 一套兩百塊 裡面有六張明信片 那大家可以 為什麼要明信片呢? 因為你可以開始把一些東西寫下來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認為有一些很傳統的方式很重要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跟面對面的討論事情很重要 那很多越來越老的工具或越老的方法 其實不見得不好 是很好的東西 因為可能我們也可以在網路上討論今天的主題 獨立教育工作者社會事件 可是在網路上討論的效果也許沒有這麼好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彼此面對面的溝通 那所以在網路上有時候你會 產生歧見的時候 歧義的時候 人容易發生很多的衝突 那可是其實我們如果好好靜下來 我們坐在這裡 大家彼此好好地討論事情 面對面的溝通 我們有很多形成共識的機會 那寫信也是一樣 你很久沒有寫東西給你的朋友了 可以寫在這卡片上寄出去 然後包含像國際特色組織 這樣一個單位 他們也要救援良心犯對不對 你要需要寫卡片去救援一個 跟你完全不熟識的 你也可以寫在這張卡片上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一個運用 好工商服務完畢 大家好我是王思雅 然後我是台中科技大學 然後一位老師推薦 所以來這邊請聽看 大家好我叫立方 然後我今天帶我的小朋友 中班四歲多來 然後因為我們將來想要自學 所以想說來聽聽看這個 獨立教育工作者的講座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我叫立方水 我是台中禮拜後 你怎麼起工 好 然後因為我在推 上個禮拜我們是請全人的校長 跟校友一起來分享 就什麼是教育 但是那是體制內的另外一種 私立學校 所以我也會私心想 那所謂的體制外呢 作為一個家長 他如果不想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體制內 或者是說 即便作為一個家長 他自己受了傳統的教育 那在面對這幾年的社會議題裡頭 有一些價值觀 也許是跟傳統教育相衝突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樣面對自己 跟面對小孩所提出來的疑問 所以我才會想到說 那就找盧俊毅 盧俊毅他如果剛剛介紹一輪 你就知道有小小朋友 然後也有媽媽 所以他的 我不應該說課程吧 我說他的學生 他的學生就是大人 像我們這樣媽媽階層的有 然後小朋友也有 所以他到底在做什麼呢 因為他自詢為一個 獨立教育工作者 所以獨立教育工作者 是有一個定義在 跟黑龍訓練騎士官是不是 所以我剛剛有Q他說 我要怎麼介紹你 然後他就說好 他會自己介紹 好 所以接下來我想 我就不要多浪費時間 然後就把麥克風給俊毅 再麻煩俊毅了 謝謝 好 謝謝